喳嚷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Sena小便的一日百香果農體驗 那我們來到的地方就是位於 南投浦裡的大平頂 這裡是非常重要的百香果產區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就是坐在貨車後面啦 超厲害的 現在要下貨車 我直接跳下去嗎? 我可以啊 我可以 可以可以 耶 這是我們的開心館園的老闆娘 哈囉 老闆娘看起來很年輕欸 81年次 81年次 老闆娘我85年次欸 剩蚊子差4歲 天啊 被曬老了 我們完全是可以當前輩的年紀耶 你比我很多的就是親戚姊姊都還要年輕 今天我們果爲的老闆 嘿嘿 老闆娘 老闆娘老闆怎麼稱呼 人家老闆娘的人都叫我大頭 大頭 有大頭 我的頭就大 都有也 都有也 大頭 小頭 大頭 齁 什麼大頭小頭 人家什麼都不懂啦 唉呦 話說 我們開心果園 位於南投鋪裡的大平頂 這邊啊 是全國百香果的重要產區 我們的大頭老闆 照顧百香果超過10年 除了超級專業之外 也非常的幽默熱情 逗得我笑咖啡丁北當啦 好啦 廢話不多說 等等就要去體驗摘百香果了 就讓我們跟著大頭老闆繼續看下去吧 大頭我想要問 唉呦 為什麼我們要蹲這麼低 這個 這個 為什麼 會有網子 這要做什麼 是有蟲嗎 還是有防鳥的嗎 這不然有百香果落落的頭 因為我們這裡也有 午後 雷勝魚 它成熟才會落落 可是它落落也差不多八分熟而已 對 它八分熟到一些後熟的階段 後熟 待會兒 就要回到我的包裝中那邊看 就看有了 哇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結石雷雷 等一下 攝影師我覺得我這個其實有點重 好 我幫你拿下來 這邊撈髮 你看這個王子拿下來 對 這樣 就這麼簡單 對 進去 我手不夠長耶 手也會幫你拿這個 我現在要抖一抖嗎 抖一抖啊 一直不要撈 以前我們爸當那種的時候 都是在肚子上 用膀子 下去好 它沒水氣的站起來了 百香果不要撈到肚子 它的頂度會很高 這也不是蜜蜜 對不對 有辦法抖 有辦法做 品質最好 這才是蜜蜜 這種東西 是我20年的歷練 然後丟地上 對啊 有沒有 所以不能把這個花苞剪掉是不是 這個花苞就是百香果的baby 把後面的枝條 不要 它養分就會回來 就兩顆 欸 有花耶 第一次看到花 沒看過耶 人比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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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著大頭老闆做了一整天 從採收 架網 到修剪枝條 老實說 這真的很不容易耶 而且果園 也不使用熟草劑 利用友善耕作的方式來保護土壤 雖然農忙很累 但是想到等等就要品嘗百香果了 一切都值得啦 頭髮是要吸的 還用熟的 跟接吻一樣 跟接吻 把我的百香果的名字叫 開心果園之下之戀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叫開心果園 跟大家說一下 吃起來 夏天的水果吃起來 有戀愛的感覺 叫做百香果 你有接吻的感覺嗎 有沒有 我 我有形象 我包袱 我不敢像老闆那樣吃耶 我像包袱 玉米包袱 所以百香果怎麼挑 老闆專業的教一下 紫色 對 盡量顏色 深紫色有沒有 對 滿滿的 現場撥開顆就是這麼多 天啊 老闆你把這顆撥開給鏡頭看一下 真的是 隨便撥弄都這麼多 真的太誇張了 沒有在拍照啦 我開心果園下之戀 我這顆空瓣給我 這顆空瓣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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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年的判脈瓣 開心果園之下之戀 回來無憂無慮的縱火叫開心果園 百香果吃起來 夏天的水果 吃起來有戀愛的感覺 這叫下之戀喔 大廢店這個脈瓣只有我而已 沒人家沒人 這個我有去註冊喔 你好老闆娘 這裡是什麼地方啊 你在這邊幹嘛 我在這邊原理的百香果採收回來之後 就會拿來這邊放 然後把棉被蓋上去 為什麼要蓋棉被 他會尾光嗎 沒有因為百香果 他可能從網子上掉下來的時候 七八分熟 然後色澤還沒有說很紅很黑 那我們就把它拖回來之後蓋棉被 讓它可以轉色 轉成比較黑紅色 然後因為悶著 也可以讓它的酸度退下來一些 我們要分的就是大小顆 還有它的色澤 這就是最小顆的 最小顆的就是這種 就是我們送去工廠 然後A跟B呢 就是插在大小顆 然後一樣都是黑色紫色的 我的東西就是一個品質的保證 我不會說搬一個石頭 砸自己的腳 我個人生小孩子才幾歲 幼稚園國小而已 我至少還要種個20年才能退休吧 其實我剛在跟老闆互動的過程 他在介紹百香果的那一段 然後我覺得我從老闆的眼神中 真的看到他很誠懇 然後不再有任何商業化的包裝 在講述他種植的過程 跟他為什麼種百香果 那他平常的修繩娛樂就是 可能可以務農結束之後回家陪家人 然後他覺得在務農這方面 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但是他也不捨得 要賺非常多的錢 他只希望可以讓家裡溫飽 那錢就是夠用就好 就是當他講出這一段的時候 我那時候真的非常感動 我不知道鏡頭有沒有拍到 但是我那時候 我哭了我要哭了 我真的是就是我聽到我覺得 我好戲劇化喔怎麼辦 就我覺得很 是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本身是很容易感動的人 就是很容易被身邊的人 他們很真誠的情緒 跟他們講出來的話 所感動到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的 他們還在果園哭 抱一下抱一下 我真的很感動耶 我是 謝謝老闆娘 你們很辛苦 謝謝你們種出就是 這麼好的水果 謝謝你們家的百香果 是真的很好吃 百香果陪伴我 老婆 小孩 爸爸媽媽 我越父越母那邊 合力支持 說賺多賺少 人生 我有40歲的年紀 錢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購花就好 台灣的農業 多多支持啊 無黨無派啊 小農的心聲 百香果酸酸甜甜 道出農民的心聲 縱使得靠天吃飯 但只要心安理得 有再多的困難 家人永遠都陪伴在身邊 看到他們那麼用心栽種 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夠用力支持台灣在地的水果 小編出任務 我要當百香果農 成功